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一人时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早餐清书 薄煎饼与风塘浆的甜蜜觉醒 二午餐清幽 墨西哥卷饼与酸辣酱的狂野舞煎 三晚餐新辉 香烤羊排与薄荷酱的星光盛宴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清书 薄煎饼与风塘浆的甜蜜觉醒 早安 亲爱的学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让人垂涎三尺的话题 早餐中的甜蜜觉醒 薄煎饼与风塘浆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的长河中 薄煎饼 或者你们可能更熟悉的名字 Pancakes 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 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用石墨没碎古物 加水后在热石头上烤制成原始的煎饼 不过 那时候的煎饼 可没有现在这摩多花哨的配料 风塘浆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呢 说到风塘浆 这可是一个有著浓厚北美风情的产物 风塘浆的历史与美洲原住民的智慧逆不可分 他们发现了从枫树中提取甜枝叶的方法 并通过煮沸使其浓缩成塘浆 当欧洲殖民者踏上新大陆 他们迅速学会了这一记忆 并将其带入了现代的影视文化中 现在 让我们回到当下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清晨的阳光 透过窗户洒在温暖的餐桌上 一盘金黄酥脆的薄煎饼堆跌入小山 热气腾腾 散发诸有人的香气 然后 你拿起那屏风糖浆 轻轻倾斜 看着那金黄色的液体缓缓流淌在煎饼上 形成一道道闪亮的瀑布 那画面 简直是艺术品啊 但别忘了 这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当你用刀叉切下第一口 那煎饼和风糖浆的完美结合 甜而不腻 软中带酥 瞬间唤醒你的味蕾 也唤醒了你的灵魂 这不仅仅是一顿早餐 这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是对新一天的美好奇悦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虽然薄煎饼和风糖浆 是一对绝佳的搭档 但他们也是高糖高热量的代表 所以 亲爱的学子们 享受这份甜蜜的同时 也要记得适量 毕竟 我们都希望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保持健康的身体 不是吗 最后 让我们以一句幽默来 结束今天的话题 早餐吃得好 一天精神好 薄煎饼加风糖 甜蜜的不要不要的 但记得 吃完后别忘了跑两圈 以免这份甜蜜留在身上 变成负担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清幽 墨西哥卷饼与酸辣酱的狂野舞间 各位亲爱的时事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让人味蕾狂野起舞的话题 午餐清幽 墨西哥卷饼与酸辣酱的 狂野舞间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老的墨西哥 当时的阿兹特克人可能没有想到 他们用玉米饼包裹食物的习惯 会在几个世纪后 风靡全球 是的 我们今天口中的墨西哥卷饼 或者说Burrito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演化的 不过 如果你告诉他们 未来的人们会在一个叫办公室的地方 用微波炉加热卷饼 他们可能会以为你 吃了太多发霉的玉米 现在 让我们回到现代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午间 当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 照在那对寄如山的文件上 你的未开始 抗议它的空虚 这时 一个墨西哥卷饼出现了 它就像是一位穿着 五彩斗篷的骑士 准备拯救你的午餐时间 这个卷饼里面包含了丰富的食材 烤肉 豆子 米饭 生菜 番茄 起司 还有那不可或缺的酸辣酱 啊 酸辣酱 这位狂野的舞伴 他的起源可是大有来头 酸辣酱的祖先 可以追溯到古代美洲的辣椒和番茄 这两种食材 在西班牙征服者来到新大陆之前 就已经是当地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当你咬下这个充满活力的卷饼 酸辣酱的辛辣与酸甜 在你的口中爆炸 它不仅仅唤醒了你的味蕾 也唤醒了你对生活的热情 这不仅仅是一顿午餐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是对古老文明的致敬 也是对现代生活节奏的完美调和 所以 当你在办公室里 享受这个狂野的舞坚时刻 不妨想想那些古老的阿兹特克人 他们也许在远古的天空中 对你点头微笑 庆祝他们的传统 以如此美味的方式被传承下去 只是 别让你的同事 看到你吃得太狂野了 否则 他们可能会怀疑 你是不是也吃了什么发霉的玉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星辉 香烤羊排 与薄荷酱的星光盛宴 各位饕贴盛宴的爱好者 今晚我们将一同探索 一场味蕾的星际旅行 晚餐星辉 香烤羊排与薄荷酱的星光盛宴 这不仅仅是一顿晚餐 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美食冒险 让我们穿梭于历史的长河 品尝这道佳肴背后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将世光盗留至古埃及 当时的法老王可是羊肉的头号粉丝 想象一下 在金字塔的威厄阴影下 古埃及人正用火烤住羊肉 而那香气四溢的烤羊排 无疑是对众神的至高无上的县力 不过 当时的他们可没有薄荷酱 这可是后来英国人的创意加持 跳到中世纪的欧洲 羊排已经成为贵族餐桌上的常客 但是 当时的羊排可不像今天这样精致 那时候的欧洲贵族可是直接用手抓住大块的羊肉 大块朵頤 这画面与今天的餐桌礼仪大相径庭 现在 让我们回到现代 香烤羊排已经成为了一道国际化的美食 它的魅力不仅在于那外酥嫩嫩的口感 还在于那扑皮 而来的香气 而当羊排遇上了清新的薄荷酱 这对组合犹如星空中最亮的星座 灿烂夺目 薄荷酱的清新 正好终合了羊肉的浓郁 这一甜 异咸的绝妙搭配 让人不禁想起了古罗马士人赫拉斯的名言 Carpe diem 及时行了 在享受这道星光盛宴时 我们仿佛能够抓住当下的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让魏蕾在星光的照耀下起舞 最后 当你细细品味这箱烤羊排与薄荷酱的组合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正坐在历史的长河中 与古埃及法老 中世纪贵族一同品尝 这道跨越时空的美味 这不仅是一顿晚餐 这是一场立食与味觉的盛宴 一场真正的晚餐心灰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穿越了时光 品尝了三道美食的背后故事 我们从早餐的薄煎饼与枫糖浆开始 感受了甜蜜的觉醒 然后 午餐的墨西哥卷饼与酸辣酱带 我们进入了一场狂野的舞剑盛宴 最后 晚餐的香烤羊排与薄荷酱 带我们一同在星光下 享受了一场美食冒险 这三道美食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文化 历史和创意的结晶 从古代到现代 这些美食在不同的时空中 演化出了各自独特的风味和故事 它们唤醒了我们的味蕾 也唤醒了我们 对美食的热爱和探索精神 当然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美食虽然美味无比 但也需要适量享用 在追求美食的同时 我们也要记得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美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压力和负担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 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对这些美食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其他的美食故事 想要分享 让我们一起在讨论中交流和探索 继续寻找更多美食的神奇之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